大家好,我是Park 在这么多年的清洁Gutter和维修Gutter的工作当中 我发现很多人家的铝合金的Gutter有伤痕 就被压扁了 还有的一些水槽屋主也发现 里边存水,水不往排水口那里走 为什么呢? 我来告诉您 在告诉您之前,我先让您认识一下这个工具 不是这个小猫咪 不是她 请你走开 是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Ladder Wings 就是梯子的翅膀 我们习惯于叫它梯子脚 这个鸡脚的脚 它有什么用处 等一下我演示给您看 演示之前我给您讲一下原理 为什么水槽上面有伤痕 为什么水不流下 不往排水口处流 众手揍之 每人都知道水往低处流 要从高处往低处流 所以说我们在安装Gutter的时候 都是会用平衡尺量好 排水口是低处 相对的那一边就是高处 所以说我们的高度差是多少呢 5毫米到1厘米 非常小 但是这足以让水排到排水口的位置 但是在后续的清洁维修当中 也有屋主朋友DIY的时候 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把梯子直接就靠在了水槽上 也有一些临时上屋顶工作的人 可能没有带这个梯子脚 或不知道这个梯子脚的存在 就没有利用它 然后直接把梯子就压在这个水槽上 导致了压痕 压痕它只是一个美观的问题 但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 它可能会把这个高度差给破坏掉 所以说水就不会再往那边流了 所以说就是造成了这个存水 水不往外排 还有伤痕等等问题 现在我来演示一下 这个梯子脚怎么用 让每个能够和爱好DIY的朋友去买 Home Depot或是Rona都有卖 30块钱左右 不是很贵 把它插在这个孔里头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插到孔里边 然后就OK了 然后 刚刚搭到屋顶的时候 难免梯子会搭在这个水槽上 会碰到水槽上 然后进行调整 梯子重量不会影响水槽的高地差 当人一旦站上去 尤其有的时候还会扛一些东西 比如说 Single之类的 那么呢 就会超过200磅 甚至300磅 这个力量水槽是承受不起的 OK 您来看一下上面的情况 首先呢 它俩之间是有距离的 就是没有压到Gutter上 所以说呢 一定要用这个Lutter Rinse 好了啊 怎么样应用梯子呢 我已经交给您了 同时呢 再告诉您一个 这个梯子脚的好处 也是对于安全方面来讲的 它特别安全 因为它是张开的 它是张开的 向左和向右 也就是向左滑的时候 它会刹车 向右滑它也会刹车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对人员造成伤害 也不会对您的财产构成危害 比如说这个水槽 就不会再有任何伤害了 也不会降低它的高度差了 希望您在今后的 这个维护自己的房屋的时候 又多了一项技能 好 谢谢